所以藍白到底有沒有要和呢 現在就壓了嘛 11月22號就是最終的關鍵日 但是柯文哲他喊出了什麼 他說為了要終結人民的痛苦 他會釋出最大的善意 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 但是他也說了 他會繼續用台灣民眾黨總統候選人的身份 要拼佔到底 那喊出這一句話之後 到底還有沒有要藍白和呢 我們現在聽柯文哲的說法 很多人內心還是有疑問 到底藍白合不合 我還是那一句話 這個國家的前途由人民決定 這才是民主的核心價值 我不會違背民意 我也不會背信你們 我要盡我所有的力量 讓台灣向前 我們不能走回頭路 為了終結人民的痛苦 我會釋出最大善意 團結一切可團結的力量 但是我會繼續用台灣民眾黨總統候選人的身份 拼佔到底 我們會遇到更多的挑戰 但是你們害怕嗎 我不會害怕 因為我知道這場戰爭 因為我知道這場戰爭 不是只有柯文哲一個人在打 更重要的是各位今天給我的勇氣 只要你們不放棄 只要你們不放棄 阿伯也不會放棄 你們不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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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紀律 繼續用人為財 不分黨派 繼續秉持 青年勤政 愛鄉土的精神 來為人民服務 也會繼續依照 理性務實科學的態度 來改變這個國家 一個人走得快 但是只有一群人才走得遠 所以剛剛聽完柯文哲的 這一段話之後 侯友宜跟朱立倫 當然也有聽到了 那他們又給出什麼回應呢 侯友宜說 一直希望能夠和柯文哲主席 攜手合作 一起來完成政黨輪替 實現台灣多數民意的期待 那麼他在聽到柯主席說 要以民眾黨總統候選的身份 拼佔到底的時候 他也說了 我會尊重柯主席 他最後的決定 不過朱立倫 他出來緩夾了一下 他說呢 現在從最後一里路 走到了最後的十公尺了 現在真的就是臨門一腳 但是他也喊話了 他說隨時都ready 隨時都會敞開大門 而且幕僚之間 其實都還是有持續的保持溝通 那我們要到禮拜三 也就是十一月二十二號的 國民黨中場會的時候 他說要再確認藍白和的所有工作 等於到二十二號的時候 就會最終來確定 到底藍白有沒有要和 和的話又會是誰振誰付 那我們先來聽侯友宜 他的最新回應 沒有給觀眾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 侯友宜今天請了一大早 來到他的老家家一縣鋪子 來參加當地廟宇的祈福廟會典禮 但是呢 現在外界最關注的還是 柯文哲說 堅定以民眾黨的身份 來繼續參選 到底來聽一下侯友宜 稍早的訪問 侯友宜表示呢 不管柯文哲做什麼決定 他都會尊重 但是最重要的是 國民黨內部要團結在一起 而且是堅定走自己的路 最終會贏得的勝選 而也看得出來呢 因為今天時代起得太早 侯友宜呢 不僅看起來有一點的疲勞 而且呢 鼻音也是蠻重的 而藍白河到底 還有沒有機會 也讓泛藍支持者十分的焦慮 以上是來自 嘉義信仰情況 時間盡頭 佳環 朋友主播 好 那麼針對藍白河 現在的紛紛擾擾 我們來看聯合報他的社論 他說呢 藍白若想 棄保決勝 將會保送民進黨 他就說了 藍白這一次呢 其實是有機會談核的 那麼主要就是有過半數的民意 是支持政黨輪替 希望可以下架民進黨 而且這個過半數是有六成哦 因此促成了現在藍白河的契機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像是包含了 柯文哲啊 朱立倫啊 侯友宜他們都一直喊嘛 要為人民 要這個傾聽民意 但是他也提到 藍白陣營更應該要體認到的是 當你各自垂涎 過半民意支持政黨輪替的時候 你的選票並不是你的選票 這個是人民的選票 那麼也因此呢 藍白對於各自的民調支持 都不該是自我感覺良好 誤以為呢 縱使不合 最後仍然可能會因為發動的棄保 獨立來贏得勝選 那如果藍白都是心存這樣的棄保決勝負 最大的機率就是兩個都會輸 你將會保送的是民進黨繼續的執政 所以我們要來看到媒體人他們是怎麼分析的 先來看到黃陽明的部分 黃陽明說了 如果兩個人呢 他們是無法贏得大選 那麼2000年陳水扁以39.3%的得票率 當選總統的歷史 恐怕是會重演的 因為現在有六成的民意是希望可以政黨輪替 那麼如果這個民意沒有辦法得到抒發的話 不管是對民眾黨或者是國民黨 其實都會有後座力的 那前立委郭正亮他也提到了嘛 柯文哲當然知道 民眾黨的不足之處就在他們的中南部 因為幕僚幾乎都是北部人喔 那一旦真的要選的話 你一旦是分開選的話 他們在中南部是不可能都用網路在選的 你一定要人下去嘛 一定要實質的動員 那如果藍白真的不合的話 就變成了兄弟登山 你各自努力了 那麼最後呢 兩個人不會登頂喔 反而是掉到了懸崖裡面 他就問說 那這樣子有任何的意義嗎 好他也提到了柯文哲說 他是要拼佔到底了 因為他跟國民黨的條件 還沒有到最後 但是郭正亮他提出了 如果柯文哲要參選的話 其實他今天11月20號就可以去登記了 那麼他昨天的時候 世事大會應該就會宣布他的副手人選了 但是因為沒有副手嘛 他沒有宣布 所以你沒有副手就是不能去登記的 所以如果真的要選的話 其實可以講得更直接啊 那他就提到了 所以現在其實雙邊都還沒有攤牌 等於還沒有說現在藍白河到底有沒有破局 我們就來聽郭正亮的說法 他叫招牌吧 招牌啊 我跟你講啊 他如果真的要參選 他可以說得更直接啦 因為我是教談判 你要直接講啊 比如說你的副手是誰 你沒有副手怎麼登記啊 那今天本來傳說郭台銘要到現場 沒有看到啊 所以我覺得他還在做最後評估啊 那朱立倫後來也立刻做了回應 那這個 因為今天這個場 我昨天在這裡就講 今天這個場就是 叫做深白大聚會 有深綠深藍這個叫深白 就是 而且他本來的那個 主軸就定為 莫忘初衷 義無反顧拼一次 所以他本來定調 11月19要辦這一場 就是預期破局之後我要幹嘛 真的是這樣 所以那陣子他很努力的在接觸郭台銘嘛 就是說萬一如果跟藍沒有談好 那就看我跟郭台銘可不可以整合 那就要啟動出發了 因為你選擇的場地是板橋耶 板橋是侯友宜的基地耶 對不對 這個姿態不是很明顯嘛 所以當初我們看到他說 要在這裡辦 這個大家就覺得說他 就是說這個動作在選舉上就是說 我有替代策略 你不要逼我 你如果對我太不公正 我自己參選都有可能 可是柯平你也知道嘛 他是一個 他是一個感性 遠遠低於理性的人啊 這個事實上我對他相當了解了 他就是 他是非常非常理性的人啊 事實上 因為我2014也幫他駐選過 他是 到最後一定會講出他的邏輯啊 因為柯文哲是個很理性的人啊 你這樣弄下去 你搞了半天啊 那到底所謂何來啊 就是說難道就是 基於 不管是什麼情緒啦 有的人說是被欺負啦 幹嘛啦 反正啊 選戰到最後只憑 情緒 你不會選上啦 當然 選戰是要有理性的邏輯 我們簡單講 政治學上叫慎選方程式啦 你告訴我你怎麼贏嘛 我就很理性告訴你 柯文哲必須加郭台銘 再到選戰最後兩個禮拜 吹動部分的韓粉 你這樣才會贏 才有機會啦 那目前看起來這個局 並沒有成立啦 那沒有成立的情況你就 一定要跟侯友宜合啊 因為 你再怎麼樣去算嘛 你如果單獨選 你還是不會贏 那你了不起 實習立委好不好 實習立委在立法院能幹嘛 這就是你的局嘛 歷史上我們還說過 親民黨46期立委 結果怎樣對不對 新黨在最強的時候 也是提誰就誰當選啊 都有過那個燦爛時刻啊 那結果呢 這個兩大黨 因為我們是單一選區制啊 你不要忘了 單一選區制就是會擠壓小黨 不然你去選區域立委試試看 你當選的機率都很低啦 所以你去想一想這種情況 那你要不要 我們叫徐途發展 就說你有機會當副手 那你有機會得到監督部門 五個部長 搞不好監察院也有機會啊 這都可以談啊 所以我說接下來是怎樣 接下來柯P應該請律師哦 把那個協議顯得更精準一點 約束力更強一點 因為他後來 界定了什麼叫監督部門嘛 可是國民黨並沒有合議啊 那是您講的 那我就講得更清楚一點 我就是要監督部門 這些部門 都應該由民眾黨來擔任 舉例啦 那要不要再延伸到監察院的該組 那立法院副院長 那他是副總統 然後甚至黃三桑還直接建議啊 說未來的副總統 那時候是還沒有破的時候 黃三桑還說 這個副總統 要負責召集司法國事會議 你知道嗎 他還提出這個政見主張 那因為法務部也是民眾黨嘛 所以可以轟轟烈烈來改司法改革 就柯P也不會沒事幹嘛 就是這樣 所以我是覺得 現在的局大概就是只有兩種局 因為時間非常逼近 第一個就是 我們通常就是3比3的時候 那跟籃球一樣嘛 打延長賽嘛 再做一次民調 一次民調決勝負 這個叫做延長局 那第二個就是直接用學商了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由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 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Bootfeel feel good